有一个很神奇的办法 可以帮助你揉顺你的胡子 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You can do that everywhere 随时 随地 都可以完成 那么这个简单的秘诀就是 不 习 恋 I know you probably like what the he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s what I need to hear That's why I want to share this with you Ok well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这个Life hack 你的Bear就是不洗脸 那为什么不洗脸 因为其实我上网找一些 资料 不洗脸的话其实它可以帮助你的 这个胡子 会更加的柔顺 因为你的脸部你的身体 会产生一些叫做seed oil 然后它的专业名词 我待会就查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 oil呢可以帮助你揉顺你的胡子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做 其实也是我不是刻意去不洗脸的 因为在我断手之后 然后我没有办法每天 去花很多时间 甚至说我没有办法治 所以呢我在剪头把洗澡 洗脸方面就是完全忽略掉 但在这期间 我明显的发现我的胡子 会更加柔顺 而且更柔软 那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就是 每隔一天才洗一次脸 那再来我想说就是 每个人的脸 其实你有不同的这种 产生油脂的这个特性 那我先说到一种 一种就是oily face oily face oily face的话呢 我在这边还是强烈建议 特别是在中国的台湾 比较潮湿的地方的话 你的脸也很能产生油 会让你更不舒服 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 至少每天要洗一次 for oily face 然后是for dry skin 特别的干 ok baby come oh wow you've got one sec I'll be right back ok alright 他一直在打我 dry skin 我建议是两到三天 不是每隔一天 dry skin 两到三天洗一次 这样可以让你的这个皮肤呢 自己产生一些natural 我有帮助你无需的成长 然后还有柔顺 我也不会太干燥 这种情况像是每隔一天 再洗一次就好了 像我的皮肤就是那种类型的 所以呢 我现在才会每隔一天洗一次 然后就发现效果特别特别好 我也很懒 然后我不需要去洗 然后他就自己有产生这样的浮行 然后又很柔顺 就很爽 你知道吗 虽然说可能有时候看起来比较握油 但是 说实话他真的不会让你 不会影响太多 不会让 只要你不要说握油 到你 在太阳底下会开始发光就好了 anyway 这就是一个小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不清楚 然后每天去清洗 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搭 你要去思考你的皮肤 到底是什么样的 肤质 然后再去选择 每天洗脸的次数 那最后就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 所有用 胡植的产品 胡植的产品 在我看来 我建议强烈建议 一定要用natural base 一定要用天然的 只要你在所有产品上看到 比如有什么 acid 就什么什么酸 什么什么酒精 那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不要去碰的 今天的video就是这样 我想赶快大share一下 因为这是我近期发现的 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因为我之前每天都会洗脸 然后又很烦 我没办法keep up 然后发现要一直用bill oil 呼吸每次飞起来 这样的方法真的可以帮助你 帮助我自己在每天早上 顺活的时候 会帮助我更快的完成这样的步骤 那今天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小的这个life hack 小小的这个技巧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有人在这里使用的话 或者觉得很不好 comment below let me know your thoughts alright guys beer up i'll see you next time